他身贴主持人、作家、设计师、演员、编剧、导演等多个身份标签 他曾觉得我们表现的每一个面貌都是某一种面具 并且他也早已经能熟练地在不同的面具之间完成切换 同时还能照顾到身边几乎所有人的感受 这样的状态被网友总结成高情商 他就是蔡康永 近日蔡康永在北京接受了中心社记者的专访 讲述了他对高情商的理解 2010年蔡康永出了第一本书叫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但他羞于送给朋友 感觉这是自己在教别人如何说话 而2018年11月份推出的新书蔡康永的情商课 蔡康永十分自信地把这本书送给身边的朋友 只因为书中那句为你自己活一次 因为我就觉得光是为你自己活一次这句话 对很多明星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明星真的受到粉丝的拥戴 他们很多时候做很多事情是出于要符合粉丝的期待 可是在那个同时 他们还是要做自己照顾自己才行 所以以前写说话之道的时候 送出去真的很尴尬 就是好像一副要跟人家讲说你怎么说话才好 这太尴尬了 所以这次送出去我就安心很多 蔡康永在某次活动中曾表示 内心鄙视八面玲珑的人 他称那是服务业需要的素质 2004年到2016年这十几年间 他曾不间断地主持火爆两岸的综艺访谈节目 康熙来了 从2014年开始 他和马东高晓松等搭档主持了辩论综艺节目 奇葩说 多年来 他一直是主持界里最会说话和提问的主持人之一 那么蔡康永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然后我问的话 我拿捏的只不过是我跟这个人的关系而已 我如果跟他很熟 我就直接问 那如果我跟这个人也是初次见面 我就会绕着弯问 可是我通常是弃而不舍地问 就是依照我在康熙的做事情的方法 就是我问了一次 被对方绕过去了 我就隔三分钟再问一次 隔三分钟再问一次 就问到我们 我跟来宾都笑出来 觉得你这个人也太烦人的话 看我能够得到什么再说 那观众有时候并不是要看你真的问出什么来 观众就是看你这个欺而不舍 以及对方欺而不舍地拒绝你 观众就已经得到乐趣了 在问到关于林志玲和小S 有带给别人的温暖有何不一样时 蔡康永进行了有趣的比喻 在关于时代感的理解上 蔡康永表示做节目必须要跟大家活在同一个时代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摆脱 完全摆脱做节目的身份 然后我跟时代 不再那么敏锐地感觉到 这时代是什么样子的 我说不定会觉得那是另外一种幸福 可是目前我这种节奏感 我也没有觉得困扰 有遇见 ustص intensive味道 并不舒服不管老的